这个数据首先表明中国经济的一个强大的增长能力 因为2021年中国经济发展是面对空前严峻的国内外的形势 包括疫情的压力 也包括全球供应链产业链这方面的一系列的压力 所以中国取得这样一个发展成就了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个也表明了中国经济具备应对各种困难 持续保持一个发展成长的能力 这个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也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按照目前的数据来初步估算 中国经济增长了 对世界经济在2021年的增长 大概贡献在25%左右 我想中国经济正在成为世界经济 一个非常重要的增长的动力源泉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增长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增长